間隔的時間就拉長了多了一個禮拜一樣 這個球好球 結果打著猶豫了一下又出棒 在這組組繩稍微問了一下 現在形成了兩個人出局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曲球 掉的速度真的是夠快 而且大約就是我們所說最佳進來點 大約是我們肩膀的高度開始往下掉 第八棒的陳志弘 我還以為一雷手出身的郑錦尼教練 會毫不猶豫的說要記在這組男的身上 這個球揮空結束了這個半局 二局上半結束兩隊的比數0比0 今天徐瑞澤是擔任先發的三連手這個球好球 打著是沒有出棒的遭到的三陣 結果今天這個曲球如果是能夠掉在兜 保持這個進了一點的話 對達者來講 越上跑者走了 結果這個球揮空再傳二壘 哎呦呦 有觸殺到頭盔的位置 所以變成了一個雙倍 雖然張正偉一直說沒有沒有沒有 但是這時候牛隊都已經是退場了 在這個半局目前是高一個段落 雙方0比0 三连手新秀技能家 吓一跳 现在两好球没有坏球 好球 结果今天周四季 第二度遭到了三振 不过连中心打者 都会想要做一点偷点 也印证了球评所提到 今天投手应该状况是不错的 看到光今天这颗外桥的大拳球 可能就是三楼到二楼 对就差不多是这样的感觉 正合打者的胃口 结果这一个球 蒙真铭也是被三振出局 在四季的上半呢 林继维是接连两次的三振 144的宿球 会被先打到的机会比较多 对 但是越来越靠近那种 边边角的越 结果这个球打着一棒落空 是将张正伟呢 给三振结束了这个半局 五局上半结束两对还是0比0 好治疗过后要继续来投打 决来就这个球是放落空被林继维呢给三振 就是今天林继维的第八K了 事实上林继维上来啊 只要他该球技是没有受伤等等的 都是在这个夺三振